會啊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對我很好 今天在師兄面前唱他們的歌會緊張嗎 有一點 有一點緊張 對 因為畢竟是他們的歌 然後我兩首都要唱會有一點緊張 我其實有的時候還是不知道說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那些問題真的我不知道說什麼 有的時候真的是這樣子 那本來我覺得就是你聽到什麼回答什麼 有感覺就說那沒有的話也就自然就好 就是也不要刻意去講一些什麼 不然也會很快 我覺得自然就好 因為本來每個人就是有行歪樂 就是看現場的一些感覺 那去自然的發揮就好 對啊 自然就好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Diana她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就是花育樂壇有那麼特別的聲音 我覺得除了聲音之外 整個感覺是很有氣質 然後很乾淨的聲音 然後又很國際的那種感覺 我聽到好像不管她唱英文歌還是唱中文歌 我覺得都是會讓大家停下來用心聽的一把聲音 所以我覺得真的 我也希望在自己的演唱會可以邀請她來 就是一起合作 一起唱一下 因為我覺得她 我看到Diana我會想到我自己剛出道的時候 也是從新加坡過來 然後一開始真的也會很陌生 然後也會很害怕 會有一些害羞或者是緊張 容易緊張 但是很多新人都需要好的新人 所以我們要給她們更好的舞台 更大的舞台去給她們磨練跟機會成長 對啊 所以我希望就是 好好把握我終於有師妹了 對 對 禮拜日的前場會是在西門町 然後是在那個聯合醫院前廣場那邊 對 是第一場前場會 其實我也不太知道要幹嘛 就最好不要知道幹嘛 就 就是自然反應 那是最好 所以你來去現場 就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 然後聽大家指揮就可以了 就是關於唱歌這塊啦 就是因為 畢竟她是戶外的場嘛 所以就是 跟我們在比如說這裡這個 室內不太一樣 所以戶外你就是盡量去 就是 把自己聲音 放得更遠 丟出來 對啊 就是會 就是幫助你放鬆 幫助你自然一些 當你聲音丟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感受到你那種震撼 其實自己在台上就會還蠻爽 不會啊 工作本來就是要持續嘛 就是工作 以外 當然也要有一些 就是讓我們能夠再 在 休息啊 或者是 怎麼樣 讓自己動力 活動啊 活動啊 這樣子啊 那一次 JJ跟打安娜合作比較多 那我跟打安娜 打一次吧 一次 一次而已 那那一次是一個廣告 對 對 就很順利 那廣告商都很喜歡 我在那個以前就就認識他了 因為 因為他其實在華納 有一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在訓練嘛 算是訓練 算是訓練 就是還沒發片以前 那我們 我們都經常 有時候工作遇到 然後 比如說尾牙或什麼的 那個 Diana他們都會來 所以他們都會表演什麼的 我們都很了解 但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蠻用心的一個人 所以我從 加入公司 其實就已經認識他了 然後一直在 找機會看有沒有 除了在拍MV之外 就是可能在 我也期待在音樂上面的合作 包括像幫他寫歌啊 或者是合唱之類的 對啊 我覺得他真的蠻用心 在 在經營準備 然後 我覺得他的 他的音樂能量 是會 越來越大的 所以大家會 可以繼續期待他在 不管是歌唱方面 或者是音樂方面的成長 我覺得會 越來越棒 蠻多網友 都會說 那是拍誰是誰MV的女主角 或者是哪一支廣告的女主角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的 對 就是 慢慢的 讓大家也認識我 我也認識大家 就是看大家的反應 這樣子